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队2日在华轮溜兵3000公尺接力项目大获全胜 不止女子组夺金,男子组陈彦成,赵组正,黄玉玲 更是以4分05秒692,0.01秒之差逆转韩国队 台湾队黄玉玲和南韩队郑哲元担任最后一棒 南韩队认为金牌到手,重现时高举双手庆祝 没想到台湾队努力到最后一刻不放弃 压低身体,长腿伸压线 让台湾队以0.01秒之差逆转摘金 这个画面引爆台湾,韩国网友热议 韩国网友更风味,华冰男子决赛惨案 赛后台湾选手黄玉玲表示 最后教练在指导区一直提醒要冷静 那时候我可以往上面路线走 因为下来重力加速度出弯道速度会比对手快 黄玉玲指出,有意识到韩国选手在做庆祝的动作 但我想说当你在松懈的时候,就剩短短10公尺 我在拼也是那10公尺而已 就想都没想就做了压线的动作 黄玉玲直言,他也不确定自己轮子有没有赢对方 因为韩国队也在欢呼 不料转头发现,荧幕出来赢了0.01 直言,根本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根本就是奇迹 黄玉玲的这段感言也被翻译到 韩国论坛,Deku,许多韩国网友 纷纷佩服留言 这就是运动家精神 台湾选手好帅啊 就是抱着这种不放弃的心态才夺下金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